最神奇的是,如果你今天出去,你在一個半局的場合 然後那個人你都不認識 坐下來他跟你聊聊聊一點 他突然間想說,可能是地常王菩薩叫你就找他,你又是不找他 然後我就讓了一下,我就說 你怎麼知道地常王菩薩要找我? 他說不知道啊,因為你剛剛在跟我講話講一講啊 那個地常王菩薩就突然從我面前這樣,就跳到我面前 所以他也是會從你的人 對,我後來才知道,因為我原本就不認識 他是朋友的辦局,他說我介紹朋友給你認識 然後呢,他就這樣跟我講 那因為我都一直覺得說,是不是因為那個突然想到 所以我就不會很快地跟貝尼講這件事情 因為他也滿忙的嘛 然後他就說,我不知道啊 你知道一下,我就跳出來啊 就這樣子下來,我就說 對,他就說 你還就是 他就說,你幫我問他 我叫他去找我,他為什麼都不去找我 然後我就說,我好來要去哪裡找他 然後我就說,我前一陣子有一個朋友 說他很信地常王菩薩的啊 他好像都說去那個龍三十堂 那個地常王廟 然後我就說,不然下次他有要去 所以我就想他帶我去 然後我就說,沒有欸 他說,不要再剝了 你們心中就有一個很大的地常 叫你職業學地常來找他 我說我真的嗎 然後後來我就跟貝尼 但是這個朋友知道 新莊有一個地常愛嗎 他自己本來就知道 他本來就知道 他本來就知道 所以他就說 因為我本來想說 我有朋友他比較虔誠在修地常王菩薩 可能會比較知道事情 對,所以我本來想說 就等他如果有要去的時候 就是我再跟他一起去嘛 那殊不知呢 就是我這麼一講的時候 他說沒有欸 他就說不要太拖了 已經等很久了 他說 他說叫你呢 新莊弟在那裡去就好 好快欸 他說他不就在你家 可以領醬子裡 很好笑喔 然後後來呢 我回家之後呢 我就想說 好,我就跟貝尼講這件事情 我就傳訊息給貝尼 然後呢 貝尼因為他那時候好在 那個能量學的那個課堂裡面 他就好 他也沒有馬照合 因為他常常那時候 他在去跟課的時候 大概都兩三天 才會久久才會一次 結果你知道很誇張喔 那一段時間呢 只要呢 我打開Youtube 一定會跳出來 地藏菩薩心咒 然後呢 什麼地藏菩薩滅地念真言 地藏王菩薩怎麼辦 地藏王菩薩怎麼辦 地藏王菩薩管什麼 那就是 我只要Youtube一點 他一定 那這也有可能是大數據 有可能大數據 有可能是大數據 有可能是大數據 有可能有講過這個 沒有,現在有講過這個 沒有,現在有講話 就講冰箱 接下來就看到一道具冰箱廣告 那我就想說 我在跟貝尼講一下 後來貝尼就出了課堂 這我就跟他講這件事情 然後腳上就說 那不然我們去好了 我們找時間去 然後去了地藏案之後 我們就在那中間 他就說 真的有可能要找我們嗎 然後他就說 有啊 然後後來又談了 也是寡婚嗎 還是你是畫面嗎 就是畫面啊 然後就是 我會先確認他是不是找我們 你說是大數據 其實也很神奇 就是我們去完地藏案之後 我的手機就再也沒有合謀過過 地藏王菩薩心中 地藏王菩薩怎麼辦 就再也沒有這種影片出來 所以你們後來就是 就是做了那個地藏王 對 所以你去那邊也是問他嗎 我就去問他說 是不是找我們 那 他就行歸嘛 那我就想說 找我們要做什麼 找我們 我那時候就覺得 是要做財品 那就行歸啊 然後我就想說 那要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有一個畫面 然後我就問他說 是要做 我腦袋那個畫面的東西嗎 然後他就行歸啊 就是去確認那個意念 然後那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 然後裡面是什麼東西 但其實 呃 我為什麼要去做確認的原因 是因為我只有畫面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腦袋就出現那個白色的小花 但我 我對花其實非常的不熟 我就問他說 欸是小廚局嗎 就沒有歸 然後他就看著我 他就是傻子 然後他就告訴我 沒有沒有沒有 很好笑 他就說小廚局嗎 結果沒有歸 沒有歸之後我就 師父懂經由 然後我就鬆了一口氣 我說 哪有小廚局經由 那小廚局沒有經由 對真的 我就鬆了 師父的要昏倒了 對 我就說 還好沒歸 沒有小廚局經由欸 真實神真的存在 那師父是普攻音嗎 然後又沒有歸 我其實又想說普攻音 沒有 這個組得絕配 對嗎 我就說 我還好沒有欸 要是有我就完了 而且師父也真的是很辛苦 我就說 師父你 就是我真的是 真的是 太無法理解這些花花草草 可是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訴我 是什麼 你直接告訴我 你就給我的字 你直接告訴我 你要給我圖片 他就給我的字 好 然後我就非常的惶恐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聽過 這個名字 所以我就想說 嗯 我就帶著很疑惑的想法 去問說 是不是絲草 然後他就給我醒規 我說 那真的有這個金釉嗎 然後就醒規 然後我就非常害怕 我前面兩個已經被他罵了 他就出口 然後我就發現 那個圖案跟我 腦袋的圖案是一樣的 所以我才跟他說 欸我告訴你 絲草啊 他說絲草我確定了 對 所以是 對 那是遇見個人金釉 哦 所以你確認了 就確認了 那說服你不是曾經給過我那個樣品 對不對 你最早給我的是90%的嗎 沒有沒有 我們後來給的就是全部都是 沒有 我說第一次 沒有我第一次給你的是 那時候還沒有成名喔 那時候給的是一個樣品 對 還有保養品對不對 對對對 那是很早 那是100 因為已經100了 那應該是你曾經吃100 但是應該是沒有價值 因為那次你拿給我的時候 對對對 我就先 對沒有價值 我就先噴了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是有體感的人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招財的東西 怎麼可以這麼亂 還是說真的求財就要怎麼亂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搶拳啊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真的很亂 你們這個狀態是很亂的 對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的狀態是很亂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產品 我們中間有經過一段很混亂的時期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說 出給福寶的 我們每一批都要加持 欸 但是之前你們沒有加持 我們沒有加持 而且沒加持 但是因為我就是 自己也覺得那個東西很混亂 然後但是我個人不相信我自己 因為我不是那麼投入的人 我不可能 不相信自己 然後呢 我就拿給伊萌 因為伊萌是有體感的人 嗯 然後我就說 你看看這一瓶 嗯 然後李萌也是覺得 我就對他也很亂 我就好爽 我說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東西在裡 對 而且是跳動的 就是亂敲一頭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確實是很到頭 很震動 然後 我說對嘛 那我的感覺是對的 我說 如果台神爺賺錢 這樣這麼混亂的話 我真的也沒辦法賣這個東西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追求很近的人 對 所以後來我就不停在那裡講 一個太行李的 對啊 那你為什麼後來又要找我 對 後來就是 已經隔了一年耶 很久 隔了一年多 我都沒有要賣這個東西 因為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 言行 跟我的心都是要一致的 然後 隔了一年是因為 小羽 小羽說 小羽姐 我跟妳講 現在那個財神公司買什麼東西 妳有沒有這個管道 妳有沒有這種產品 可以介紹給我們 就說 因為她是比較單純做生意的人 跟我們一樣 我說 那如果妳想的話 我就幫妳介紹 然後她就說 好啊 好啊 那妳那裡有空幫我問一下 但是妳有這個朋友 我已經很久沒有臉了 對 我們真的很久沒有臉了 一年多 一年多 我其實不太確定 她到底有沒有在賣這個東西 後來我就想說 好 我有沒有那時候打電話給妳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妳了 對 然後打給妳的時候 妳就說 啊妳們有在做這個東西 對 然後妳就說 那時候比較穩 那時候其實我們就財神公司 有把樣子寄給我 對 然後但是我心裡頭 就會覺得這個產品 就是跟妳講 因為我覺得 這東西有什麼改變 但是是她想賣的 那我就幫她專界這樣 然後妳就來跟我講說 妳們禮拜六去問了 觀世音菩薩 然後觀世音菩薩 然後她一個人來幫妳們 對 那個時候 呃 那個時候 乖媽媽媽就說 呃 會有一個機緣 會幫我們在 在銷售跟推動 這個這一系列的商品 那對我來講 因為其實這也不是我的本業嘛 所以我們就想說 喔 好嗎 那就看緣分這樣子 所以隔兩天就打給問 對 所以她就說 對 她就說 神明可能沒有來找我吧 神明有預知 神明可能預知這個事情要這樣發展 因為小雨是禮拜五打給問 對 然後我們好像禮拜四 禮拜六 禮拜六 禮拜六去問那個關係 對 然後我是禮拜六去問那個關係 對 對 對 不過那更早之前是因為 我去那個 關路公 淡水的那個關路公 是因為就是 那個 跟我說 欸 聽到我不是要叫你去找他 你不是不找他的那個 她是很常去關路公 所以那一次呢 她是找我去關路公的時候 然後我們拜到那個 觀音店那一店的時候 她就突然就跟我講說 欸 這個關音找你 她說她在找一個人 幫你們賣賣 是她說的 是那個人跟你講的就對了 是那個人跟你講的就對了 那我管會確認 我管會確認 你再確認一下 對 我就管會確認 然後她也給我說有 然後呢 後來這件事情 我就也只是放在心裡 然後後來隔了好幾天之後 貝蒂達哥跟我講說 你找他 講這件事情 我還說 哇賽好神奇喔 我就說我前兩天去那個 關路公的時候呢 那個 就是那個朋友呢 跟我說 哎喲啊 說他會再找個人呢 幫你們推動產品啊 然後我也不知道 是真的還假的啊 雖然我管會也確認是有啊 但我也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啊 他說 沒想到真的有欸 欸 可是那時候我在寄給你的 對 你寄給我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能量一定不會好 但是 就是基於我做事 這人做事就很謹慎 所以你 我拿到時候 我就在噴一次 欸 因為之前那個 這個拍回來 這個完全不混 然後想說 是 可能是 我現在心情熬 哈哈 哈哈 你知道不知道這什麼事嗎 那時候忘了是 為什麼朋友找我去 永遠寺 然後我就去了 有一次 然後我去了永遠寺 之後呢 拜拜 我們就覺得好累喔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麼累 然後我一回家我就睡死了 睡了十幾個小時 然後隔天睡醒 我就覺得欸 太對耶 然後我就打算給我另外一個 可能是Toni 她是國母女女 就是在幫國母女女 但是她還真的是機身 是一個女生喔 她還真的是機身 然後她是真的有在做國母女女 然後後來呢 隔天睡醒就跟我講說 沒有欸 你沒有卡到音耶 然後我就說 啊你為什麼覺得這麼累啊 然後她就 後來她沒有回答我 我就聽到她在講一串的那種 也是像淋雨 鮮雨那種東西 你眾人生也很辛苦 從頭都不講國語 從頭都不講國語 對 她就講了一串 然後講了一串之後呢 然後我就說 怎麼了 然後就說 沒事 我幫你頂完了 我說什麼事啊 她說 因為你都會去我們一次的時候呢 你是不是沒有問她 是不是很可愛的離開了 她就說 因為觀世音菩薩有東西要給你 然後我們叫你去收 然後你都沒有收 然後你人就給大家回家 對 因為我突然想到了 給你的那一批 除了我們那時候 公司比較穩定之外 然後還多加了 關於媽媽的紫蓮花 對 所以我們後來的產品 就是我們原意都會加紫蓮花 所以有沒有加紫蓮花 那個能量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這個事情會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那朋友就跟她這樣去 所以她就說 因為她有東西要給你 可是她卡在那個序幕當中 我們跟你們以太平 中間那個區域 所以呢 那個能量也沒有去接 那個東西也沒有去跑 我可能還沒有回到 我在那邊等著要拿東西 對 所以她就說你就會覺得很重 總之後來呢 就是她還是陪我去 但這件事情已經有隔了快一個月了 然後我也是又被吹 因為有剛好去媽祖廟 那也是忘了是什麼事情 反正就是其實就是去了媽祖廟 去了媽祖廟之後呢 也是觀念不讓我回家 然後後來我會問來問去的 我就說 你看到我 知道她的發生什麼事 我就跟她回家 後來我腦袋 沒有放出那個女生的臉 我就把手機打開 把她的口聲點開給她 她就說 你講的是真的嗎 然後我就說 對阿 我就說 是因為我上面叫她 找我去有名字搜東西 她說她沒空 你是要叫我打理她 對 我說可是她常常都不接電話欸 我就說 如果真的是她的話呢 我現在打給她喔 你要叫我馬上接的好 然後真的 我跟你說 我打給她才想三次的 她就接起來了 然後她就問我來幹嘛 然後我們就等她講幾件事情 後來她自己又滴滴滴滴的呢 又講了一串的那個禮遇 還是天語的 大概她自己在確認嘛 她就說 好啦好啦 下禮拜五帶你去 然後她就這樣子 就觀音叫她帶我去 然後我就又去有名字 她說你看著她的臉 然後跟問她說 她要給你什麼東西 然後她就會顯像給你看 你看到她顯像給你看 之後你就伸手把她接過來 然後呢把她收進來 然後我就跪在那邊 我就真的看著她臉 欸還蠻神情的 我就這樣看著看著看著 看著那個關於媽媽的臉啊 然後突然就出現那種霧霧的 然後一個半透明一朵花 然後呢 然後呢 真的是有看到實體 欸還真的有 因為其實我沒有什麼顏色 他多大 就大概這麼大 應該說在我面前的顯像 大概是這麼大 然後就看到她就有點藍藍紫紫的 這樣子 就有點藍紫色的 這樣子 然後我就針對 我就看著 然後就愣愣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後來幫忙回來 她說欸怎麼樣 有嗎 我就跟她講說 我看到什麼東西 後來她就講說 她就看了一眼 她就說 對啊收完 她說不是這手機啊